英文 azok acağım镜思雨跟你劫园 今天295 freezer 来 我来带一�des 谢谢 不用客氣了 你好 午安 這些禁思與書籤都是免費的 你可以挑一張喜歡的帶回家 謝謝 其實師姐 我是覺得您有點面熟 請問您是林鳳曹老師嗎 我是 老師 我是黃曉琦 我小學的時候您交過我兩年 謝謝老師 我想起來了 好捨棄 那妳婆婆還好嗎 怎麼會住院呢 之前她就常說胃不舒服 但是我勸她 她就是不來看醫生 一直到昨天痛到受不了了 才來掛急診 醫生檢查之後說是胃潰瘍 要住院幾天 胃潰瘍是慢性病 要很有耐心 以後都要很注意飲食 要吃得很清淡才可以 可是我婆婆很固執 她一向聽不進去我說什麼 老人家就是這樣子 你只要語氣態度和緩一點 以後她就知道你是為她好了 老師 你不知道我婆婆她平常真的很強勢 不管我做什麼她都要插手 都要按照她的意思去做 就連我煮飯也都要按照她的方法去煮 這很正常 我剛嫁給我先生的時候 我跟我婆婆在生活上也是磨合了好一陣子 什麼切菜的大小 煮飯的順序 都要照她的意思做 但是我們畢竟是晚輩 妳就先順著她的意 讓她開心 這樣之後相處就容易多了 可是我都配合了 我婆婆的態度還是很不好 好像我再怎麼努力她也都看不到一樣 我先生工作又很忙 平常就只有我跟婆婆兩個人相處 她現在連我怎麼帶孩子她都要管 老實說我真的有點受不了了 靜思雨你沒有說 別人無心的一句話 我們不要有心的放在心裡 妳可以轉念感謝她 給妳修行的機會讓妳更有智慧 或許妳就不會覺得那麼委屈了 聽老師這麼一說 我好像比較能夠放下了 老師 妳剛剛說的靜思雨是什麼書 我可以跟寧姐來看嗎 當然可以 靜思雨是上緣智慧的集結 她可以給我們很多很好的提醒 待會我就送妳一本結緣 謝謝 覺得苦惱的時候 我就翻翻談 可以幫助我們走出不安跟困惑 像老師啊 也經常從靜思雨裡面 感受到一句話的力量 今天能遇到老師真是太好了 跟您聊過之後 我真的得到很多安慰 心情也好很多了 真的很謝謝老師 真的很謝謝老師 以後我們保持聯絡 不管有任何問題 都來找我 我很樂意聽妳送主 好 好 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 我漸漸發現 一句話的力量有多可貴 過去我自己曾以一句話影響了別人 而自己人生遇到低潮時 別人也曾用一句話深深的發揮了作用 林鳳曹老師 我們回家吧 好 好 好 傷心的故事 嚇嘴風風雨 什麼是你堅強的理由 因為你是媽媽 媽媽 你的煩惱很念 無好倦也 漫漫 漫漫 你是一首勇敢的歌 漫漫 漫漫 你用清楚我一個世界給我 漫漫 漫漫 你是一首勇敢的歌 漫漫 漫漫 你是一首勇敢的歌 漫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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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一首勇敢的歌 这么简单 你们真的不会吗 有点多简单啊 那么难谁会啊 对啊 我们要是会得会 也不会考不好被老师打了 可以再讲一次吗 你们这样要怎么考书中 这种认算题目一定要会 好了好了 我再讲解一次 你们要听好哦 露出甩面的木头 占四分之一 五叔芬 你有什么事吗 我跟你们会有什么事 我只是刚好经过 这个五叔芬很骄傲 才转学过来两个月 就一个高高在上的样子 我听说他家很有钱 有钱人就是看不起我们 应该不会啦 我觉得五叔芬好像很想 跟我们做朋友 只是不知道怎么开口而已 我们应该对他友善一点 最好是啊 这你对得太好了 不要管那个五叔芬了啦 柠檬草 我不是在这讲一次吗 柠檬草 柠檬草 你快点过去 李俊龙被欺负了 在哪里 在那里 没有爸爸妈妈 你一定是捡来的啊 那不是跟我家的狗一样吗 怎么还学狗叫啊 你为什么要欺负李俊龙 关什么事啊 给我放手 你是谁啊 该不是他女朋友吧 哎呦 当年还稀稀咧 你们信不信 我猜这句报告老师 听到没有 放手 你没事吧 我没事 你们把李俊龙弄受伤了 那要怎样 什么那要怎样 你们要向他道歉 吓死了 为什么要跟他道歉 凤草 算了啦 我没关系啦 他们这样欺负你 怎么能就算了 快点给我道歉 听到没有 好啊 如果你觉得到我们 我们就道歉 对啊 来啊来啊 可恶 哎 凤草 来来来啊 来来来啊 到 不要 不要开了 来啊来啊 不要开了 哦 哦 凤草 谢谢你啊 下次遇到这种 故意来找你麻烦的人 你要凶一点啦 我从小就不会对人家很凶啊 那不然 现在开始练习 你眉头皱起来 眼神稍微凶一点试试看 这样不行啦 再凶一点 要再凶一点 再凶一点 我真的没有办法啦 你这样长大以后要怎么办啦 长大以后 长大以后 你再继续保护我就好啦 这还好是啦 我还有弟弟妹妹要照顾耶 啊 找到弟弟妹妹 我要赶快回家边去 快帮我阿梅 我先回去了 回家 记得要帮你阿梅做事哦 作业还是要写 知道吗 说好我们要一起考上初中的 知道 帮茶 过来帮你妈的大洋菜很好 是啊 摸摸哈 乖哦 少一点啦 灌太多了 你这样死掉 太多了 太多了 你家的你还长太多 好 走 马上 我要再玩了 快点喝一杯 陪她来喔 马上 大姐来叫你 哎呀 你就当初没听到 不要理她就好了 不要吵 快抓到 哎 什么哎 我竟然也没听到 哎哟大姐 刚新秀都快抓到了 现在她跑走了啦 整天在外面玩 都不知道要帮忙 不要再玩了 回家前前去木台工厂面 捡一点木台回家 知道吗 好啦 不要怎么说好 快点 好 哎 你要继续抓西蒜好 你不怕你一点罵你吗 当然怕 那是西蒜也是要装的嘛 回家被骂了再说啦 快点拿加水啦 不怕你 没错 那 mai 那怎么只有你们两个人在顾店啊 我阿梅在橙房 她说有个人来再去教他 不用教了啦 我要买什么 我自己拿就好了 妹妹 你知道两包盐多少钱吗 不知道 我要去叫我阿梅来 不用了啦 你阿梅在吗 我算给你就好了 来 妹妹 两包元的钱给你了 你收好 那我走了 阿梅好 凤草啊 你回来啦 我刚刚已经把钱给你妹妹了 大姐 把梅只有给我五角 一定是你乱卖 你是不是跟把梅说 两包元五角 对不起 是我跟她讲说 老妹对不起 我妹妹年纪小 不会做生意 一包元五角 两包应该一块才对 没关系啦 我就想说怎么这么便宜 来来来 剩下的钱我拿给你 来 给你喔 谢谢 老妹你等我一下 好好好 老妹 不好意思 让你误会 这支冰棒请你吃 不用了啦 没关系 天气热 冰棒吃了比较凉啊 真的啦 你来回去吃 是啊 那我就不客气了喔 谢谢喔 老妹 如果以后还有需要 一定要来我们店里喔 当然啊 我一定会再来这里的 那我先走了喔 把梅再见 凤子 我不是说 固定有客人来的话 要叫阿梅出来收钱吗 你会说会亏吧 刚才那个把梅叫我不用叫啊 她故意带你便宜啊 我们又不能得罪客人 刚刚怕她生气 我只好想她吃冰棒 下次不管是谁来 你不知道价钱 都要叫阿梅出来 知道吗 嗯 阿梅呢 在厨房 我先去把郑平带出来 等一下有客人 一定要叫我喔 嗯 郑平啊 乖啦 不哭喔 乖喔 不要哭了喔 阿梅等一下抱你啊 乖 阿梅我回来了 回来啦 帮我看郑平 尿布是不是濕的 帮她看一下 好 没有 没有喔 好 郑平 阿姬带你出去玩 好 来 阿姬要带你出去玩喔 好 来 阿姬抱一下 哎呀 乖乖喔 最乖的 来 请给你 欢迎再来 放车 阿爸六点下班回来一定会很累 你等一下再放我先去洗澡 不要跟阿爸想洗澡的时间 知道吗 好 我知道了 好 好 快去洗 今天收入这么少 没什么客人吗 嗯 妹妹 阿伯你好 好 好 怎么这么乖 别过点 你妈妈在吗 在 在 慢慢走啊 好 谢谢 阿梅 来 阿姬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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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你有需要什么 我想要买一斤米 今天 一斤米 要买什么 啊 当然没问题啊 风草 趁烊这东西给阿伯 好 上个月的钱 阿伯要买 一个月 又开始跟你聴 实在 真不好意思 阿姬啊 你不能这样客气 你就要做餐 还要照顾中风的阿伯 大家给上班三天 也是应该啊 我买东西 你总是顺我特别熟 而且 国师兄可以帮我收拾 我也知道 你小孩 不负负 不是 不过你的帮忙 我日子 真的不知道要怎么过 你别想这么多 我们如果有困难 大家互相参相 现在的身体一定会好起来 我相信日子一定会越来越好过 阿伯 你的米 谢谢 来 阿伯 阿伯 来 阿伯 你如果不够 再过来拿 吴太太 真的很感谢你 我先回去 好 顺利 阿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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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孩子的钱还没结清 这个月又这样继续让他设账的话 就换我们家烦恼钱了 阿顺辈 她的处境 比我们可怜 她唯一的儿子车祸死了 她的女儿在台北做工又受伤 躺在医院 平时 她还要照顾中风打尽 我看以后她来 还是让她设账好了 好 比起别人 我们已经算很好了 如果为了赚钱 不顾人情道义 是会遭天谴的 以后啊 一定要懂得 怎么去帮助别人 知道吗 乖 对了 差一点忘了 这个茶花粿啊 已经凉了 帮我送去给阿晋恩啊 好 我要赶进去做洋装 好 小夕 小夕点咯 好啦 真皮颖乖 不要再哭了 姐姐上一下茶花粿 就带你回去了啊 大哥 冬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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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品你怎么了 不知道 刚才还好好的 现在要哭了 哦 你要去哪里啊 我要去甜蜜阿晋 买家送茶花粿 哦 那正品给我 我在这边等你 你先去送茶花粿 好不好 好啊 谢谢 来 来 我先包住 你帮我服务一下 我包住 好 正品乖 不要哭了 好 大哥我先走了 好 小心 好 谢谢 谢谢 阿美的茶花粿这么好吃 为什么卖得比别人便宜呢 我想应该是要招揽更多客人吧 这附近做茶花粿来卖的人也不少啊 我觉得应该是要想办法拓展客源 而不是降价 这样太不划算了 做生意的事情啊 还不用你伤脑筋 你呢 只要好好把书念好就好 对了 再一个月就要考初中了吧 准备得怎么样 应该可以 我在学校成绩一直都不错 还是不要太大意 剩下这个月还是要努力哦 嗯 我知道 恭喜大哥这个又要毕业了 阿爸常跟我说要学大哥一样 努力念书 考上好学校 大哥念功效 阿爸很骄傲 其实 毕业之后才是压力的开始 毕竟家里人这么多 你阿美又快要升了 毕业之后 我会赶快努力找工作的 大哥 我阿美也是你阿美啊 你不要分那么清楚嘛 这马萨真是讲不动耶 大哥 你跟正平在这里等我一下哦 哦 掐水啦 快点 马萨 你不要 掐水啦 还没 你叫你马上听我的话 不要打了 大哥 救我啦 他打得很痛耶 大哥 救我 你哦 不是你叫你马上回家 谁不懂我 好了 我回家了 哎哟 好大口喔 好 好 好 阿妹 你快點吃喔 好 來 我帶你進去 嘴巴擦一下 來 等一下 等一下 還有菜 來 為什麼這麼好的豬肉可以吃 該不會是你 特地去買的吧 不是啦 這是我今天 去送衣服 給隔壁村的邱太太 她們家今天拜拜 她說 要謝謝我之前 跟她修改衣服 沒有跟她收錢 那我先 馬桑 好 我剛剛之前 老爸先夾了 今天每根都有 來 吃 一人一塊 一人一塊 來 來 來 馬桑 謝謝阿妹 嘉峰 我知道你不愛吃油膩的部位 這個雞胸肉 特地幫你留的 不用了 謝謝 來啦 來啦 吃一塊了 不用了 我吃飽了 那我留下來 你晚上如果肚子餓 還可以當宵夜吃喔 我先回房間 好 沒關係 沒關係 你們快點吃喔 這一塊 還是幫嘉峰留著 說不定她晚上會吃 來 阿妹 大哥都說她吃飽了 你就給我吃嘛 反正我還想吃一塊 不行 雞肉這麼草又公平 阿妹說好一人吃一塊 對 有吃到就好了 來 多吃點菜 來 吃菜 吃菜 來 好 早 初中考試準備怎麼樣 目前都沒有問題 但還是要等考出來才知道 我對你有信心 盡全力去考 學費啊 我已經幫你準備好了 阿爸阿妹 我怕你們太辛苦 你怎麼這麼想呢 因為我們班 有一半的人 都沒有要去考初中 小學畢業 就直接出去工作 我是想 萬一家裡需要我出去賺錢 我也可以出去賺錢 不准你說這種話 你功課從小就這麼好 不過繼續念書太浪費了 我們家不管男生女生 只要想念 都可以繼續念 因為只有讀書 才有機會出任頭地 老爸再怎麼辛苦 以後讓你們每個人都有書念 你們每一個都是林家的希望 每一個人都好好努力 知道嗎 尤其是你啊 你要跟你大哥大姐學習 不要再吊車尾了 好好讀書知不知道 來 吃飯 吃飯 你又要被調走了 對啊 不過沒有調很遠啦 只是以后 要提早半个小时出门 你现在 已经六点就要出门 提早半个小时 那不是五点半就要出门 太辛苦了 铁路局本来就机动性就很高啊 这份工作薪水这么低 我们家人口这么多 每天要忙碌 就入不敷出 但是幸好 有这份稳定的工作 起码我们家还有固定的薪水啊 可是 却辛苦到你了 为了孩子为了家里 你每天拼命做事赚钱 我做得非常开心 因为我们的孩子都很乖 也很听话 好吗 说到孩子 我不知道家风什么时候才能接受你 你特地为了他准备的鸡胸肉 他也不领情 他不吃 是因为他吃饱了 你不要想太多了 我实在不懂 你对他这么好 他为什么不接受你 这十几年来 从来没有听过他叫你一声阿妹 我嫁给你的时候 他已经八岁懂事了 他对我这个继母已经很有礼貌了 你不要太苛求他了 你肚子越来越大了 不要做事做太晚 还早点休息 没关系啦 有工作做才好 就怕没有工作 我跟着你做西装 才学会做衣服啊 现在这么多客人信任我 我做得很开心喔 怎么了 你看你 两个脚总那么厉害 我帮你挨安 不要啦 男人不能挨女人一劫 你不要做这种事 起来 没关系啦 在孩子面前 我要做个勇为你的父亲 可是现在只有我们两个人的时候 我今天还要更体贴你啊 你为了生孩子这么辛苦 我帮你按摩也是应该的 好 没关系 你知道吗 我当时要嫁给你的时候 大家都说差十岁差太多了 要我不要嫁了 但是我真的觉得 我嫁对了 谢谢你愿意跟我吃苦啊 希望我们每个孩子 将来都有出席 你放心吧 一定会的 睡吧 你会是个孩子 我今天不喜欢你 我会是个孩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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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不能帮他 你给我在那个孩子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章 怎么这么早起来 没关系 我把我们做的做完再去上学 你这孩子真是的 昨天不是看书看很晚 这么早起来 有没有睡饱 有 阿美 你不用担心 我赶快去叫马莎她们起床 好 你干嘛跑的啊 我不想跟在大姐旁边 等下在你旁边你会不会一直睡睡念 我还是去上学咯 拜拜 今天早晚回家照吗 好 你别再跟我说了啦 吵死了啦 家里的钱都给你拿去冷酒冷了了啦 但是你又不想说我妈就来死我了嘛 姑姑 打你了 你去上学咯啦 你去上学咯啦 很久没听你讲 你养父喝酒发酒疯的事了 我还以为你阿爸不喝酒了 跟你讲又不能改变什么 反正我养父就是爱喝酒 你养母好辛苦哦 她到处打零工赚钱养你 钱还被你养父拿去喝酒 你会不会看不起我 为什么 我们不是约好要一起去考吗 难道你养母也不让你去念吗 没有啦 她说她会存钱让我去念 但是我觉得她这样太辛苦了 我昨天也是这样跟娃爸讲的 阿龙 我觉得我会很辛苦 我们要继续练书 以后才能赚更多的钱 是真的 你不要放弃哦 等你考上了 万一学费不够 我帮你想办法 嗯 来喽 开来喽 正轨喽 那个人不是你们班的转学生吗 对啊 他叫五十五分 你们班的男生都叫他五十分 因为他数学都考五十几分 他们家看起来好像好有钱啊 有钱真好 哎呦 你不用羡慕别人 我阿爸说只要努力念书 将来找到好的工作 就会变有钱 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 走啦 我们赶快上学吧 再戏剧聊天 上学就要迟到了 谢钟才 七十五分 五十五分 五十八分 林凤潮 一百分 林凤潮真的很不简单 大家掌声鼓励 九分之五除以三又八分之一 这边的三又八分之一 要把它换成假分数 所以是八成三等二十四加一 所以是二十五 然后九分之五除以八分之二十五 那因为是分数除法要换成乘法 所以分子跟分母会对调 等于九分之五 乘以二十五分之八 这里五跟二十五可以约分 所以会变成九分之一 乘以五分之八 等于四十五分之八 这样听懂了吗 这个上学期又照顾了 你们真的不会吗 我们班只有我们这几个要考初中 你们要加油了 reduction 乌书分 你也不会吗 要不要过来我一起教你 卫冯 hé 不要你那个乌书分啊 这就算他才不会过来 你要一起听我讲你的数学吗 你刚刚说可以教我 是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 可是我不想在这 这里好脏 你可以跟我一起回家吗 为什么你要找我 听说你每次考试数学都一百分 我数学很差 这样下去我根本考不上初中 重点是班上很多客家的人 使用你会讲台语 我会讲是因为我家做生意啊 和我讲台语的客人来啊 你如果每天来 我就叫我爸给你钱 从现在开始 每天下课你都来我家半小时 直到考试前可以吗 当然可以啊 就算你没有给我钱 我也愿意教你 我阿美总说要乐一句了 你不用跟我啰嗦这么多 你不是帮助我 你是我付钱请来的 这样你懂了吗 我 下车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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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是没关系 下车好 下车好 再车对itta 這麼多了 原來這裡就是吳淑芬的家喔 之前經過這漂亮的房子 我都會多看兩眼耶 你還來喔 阿伯你好 你小婚的董哥喔 今天剛才你教我們小婦找的 阿伯你好 我叫林鳳曹 我早在山丘島附近 我早在山丘島附近 我早在山丘島上班 抱歉 今天要來教廖啊 不會不會 別教廖 想要教你這個家這麼有禮貌 我想教你這麼有禮貌的家 阿倫小婚喔 身體比較不好 你竟然跟我家教呢 阿倫小婚 我現在來跟客戶講話 阿小婚啊 你也對人家有禮貌喔 阿伯 謝謝啊 請你順便 你這個小婚啊 像在旁邊喔 我沒有跟客戶講話 我的房間啦 你這個可以聽到話就好 喔 好啊 那 要從今天的考卷開始訂正嗎 喂 我回來啦 喂 喂 小姐 不好意思 剛才我在廚房忙晚餐 沒有注意到 對不起 我有同學來 去把水果切一切拿出來 聽到沒有 好 喂 日本帶回來的糖果餅乾呢 在櫃子裡 我去拿 來 來 請用 謝謝你 去吃看看 這個糖跟餅乾 是我爸爸的朋友 為日本找的來 日本糖耶 沒想到 我居然能吃到 這麼高級的糖果 你要喜吃嗎 我 不用啦 我只是來幫庸的 沒有資格吃 還站在這裡幹嘛 趕快去切水果啊 動作這麼慢 好 好 今天日本的考卷 有一天的地步 其實我都不會哭 老實說了 我也聽不懂 我阿姨跟阿姊的心情都很好 看不然你的輸贏 你怎麼會這樣給我看 其實你是一個好人 對不對 你在說什麼 雖然你轉來我們班兩個月 都不太跟我們講話 可是我覺得你應該是個好人 有一次我看到隔壁班的男生 在欺負小狗 你有出來罵他們 這跟你要教我數學 你有什麼關係啊 剛剛那個女生在你們家幫優很辛苦 你不要這樣跟她大吵聲好不好 我們班任何一個人我都願意教她功課 不是因為你家比較有錢 你對我來說就跟其他的同學一樣 你也不應該因為自己家裡比較有錢 就對來幫優的人不禮貌 你竟然敢對我這樣說話 我爸都不敢凶我了 難道我講的沒有道理嗎 有道理的事就不怕別人說 我只是擔心你這樣下去 只會讓大家更討厭你而已 就算將來考上初中 也很難交到朋友 你知道嗎 那我先做你第一個朋友好了 但是朋友講的話你要聽 我知道 還有你不要叫那個女生喂 未來未去的很沒禮貌 她應該有名字吧 你可以叫她名字啊 你真的很囉嗦耶 我就說我知道了 我們可以開始嗎 那你考就拿來 我看一下 等一下 請等一下 等一下 你有什麼事嗎 沒有啦 我只是想要跟你說 剛才謝謝你幫我講話 原來你都聽見了 證明什麼啦 我們家小姐個性比較好強 所以講話比較不好聽 不過就像你講的一樣 她其實心地很善良的 我原本以為 巫叔芬會氣得把我幹重呢 沒想到她居然接受 你來這裡幫庸很久了嗎 我十二歲就來了 在這邊工作好幾年了 我叫金妹啦 我叫林鳳曹 巫叔芬要我教她 所以考初裝之前我都會常來 你們可以念書真的好好喔 我連國小都沒有讀過 連我自己的名字都不知道要怎麼寫 以後有機會我可以教你啊 真的嗎 謝謝你 不用跟我客氣啦 那我先回家囉 明天見 林鳳曹 祝你跟我家小姐 都順了一口上初衷喔 再見 再見 分數的懲罰就是能今天把她約分 就把她約分掉 像是這邊取 小姐 放茶 來喝茶囉 姐妹 謝謝你喔 不可氣 六分之五 男生愛女生 男生愛女生 你爛裝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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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好 坐下 謝謝喔 再來喔 阿妹 鳳曹 怎麼樣 你特地去看飯堡 考得怎麼樣啊 有沒有考上初衷 大姐 你沒考上初衷嗎 眼就還要知道 來到為 treats 創作獲殺 成績 就是說 走 要知道 去 tu 可以選擇 fora 是問題 我颠倒 一律现在追寻的目标 害怕不再被需要 丢了真诚的微笑 好好把握着每一秒 找回成居的年少 大风会再次催起 风吹在对的时机 他知道吹响的目的地 就差一点到他边际 要值得为自己勇敢找一颗心